你痛哪里 这个地方摔伤的时候 摔伤的时候是这边受伤 这边受伤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有点线性骨裂 然后呢这个地方 是叫 底壳关节脱胃 脱胃以后帮我复胃了以后呢 现在就是只要风一吹 所以这两个地方还疼 这一个点会疼 还有哪里 还有这个点 它出位以后但是现在还是疼 放开 这里痛 这里疼 是吧 这这两个点 这里有点尴尬 我看一下 尾椎在这里 它不是痛在尾椎 你痛在这个点是吧 这个点 因为如果尾椎一般是痛在中间 它痛到旁边 那如果旁边 这里是尖椎的话 它也很可能在尖椎上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一个点 痛 很显然它是腰椎引起的 我刚刚讲的 屁股上沿 屁股是指枕面 那枕面痛 都是属这里管嘛 因为旁边找中间嘛 这是唯一的原理嘛 那现在它这里痛 旁边找中间 这里刚好是骨头 一定是腰椎嘛 所以它这一点痛 对不对 你这一点痛很显然 它一定是在这里 那这一点 如果中间痛 越接近中间往上找 所以应该也是腰椎 那这两点应该就会消失 这样大家理解了吧 我们现在做的 你们听完这样 有没有意见 没有 你们如果做 是不是照这样做 也会这样做 那我也这样做 来 你这样痛多久了 有十来年 有十来年 受伤了 受伤十来年 对 然后一翻风就疼 疼了就搞 狗皮糕要贴上去 不得差要久 就是对的 就痛就贴 没有找医师吗 找医师也是叫狗皮糕要 或者给我吹药酒什么的 吹药酒也是吹在屁股吗 就直接就两个患处 就直接就在那两个患处 对 除了皮都破了没有用的 没有用 好 它又再讲一个故事 你在痛点上 即使做了十年也不会好 它的答案 这个很重要 所以 你们这些话 如果一直记 为什么我会把禁忌 患者感觉的痛处 不能按推 大家就知道我的原因 所以这一套 你们如果说相信我 以及说相信我 倒不如说 是相信我做过的患者 长久累积的经验 然后把它归累的 最后的总结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没有加进我个人的意思 都是从不断听患者这样 不断的告诉我答案 之后我才把它写下来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 您趴着 所以这十年来它也蛮辛苦的 都在这两个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影子做功夫 这样也做了十年了 很不容易 您这一边痛 好那我再开始从腰椎找 这里疼吗 不疼 这里疼 不疼 不疼 这里呢 有一点 这里呢 有一点 这里也有一点 这里呢 这里疼 这里更明显是吗 好这里呢 你这个裤子要稍微 没有没有你不用 我稍微拉低 好 这样就可以 我看一下 这里可以 这样就好 你这里下面还有裤子 这个都暗藏开关 这个就比较难揉 这里 这里为什么 裤子也在这里 皮带也在这里 那这个点 如果它靠谷上眼痛 你就是要把它拉到 这一个签 最底下的最后点 都要按到 这样懂吗 不要偷懒 这几个点很重要 如果你就推到这里 那很显然这一条 你没有推到 也是没什么效 所以我们还是直接推下 这痛对不对 这里呢 也痛 你看这个 如果皮带的地方 它也痛 如果没有推 就是Rose掉点 这里也痛对不对 这里呢 好一点 这里好一点 这里呢 好一点 所以越往下 这里越痛对不对 好 这里 好 它真正这一排的痛点 就是在下面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侧 这里疼吗 不疼 这里疼吗 这里疼吗 这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 有疼对不对 这里疼吗 这里疼吗 这里呢 这里比较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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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 现在坐下来 只要立点就均匀 原来总是用左边屁股做的 是 现在坐起来 就两边就可以 这么坐起来 可以哦 可以了 好 哎呦谢谢了 这是 不会不会 所以 他刚刚痛这一点跟这一点原来都是间椎的痛 对 所以 间椎是这样 整块 他刚好也是在间椎 尾椎在这里 对不对 他是痛到这里来 所以还不是正中央的尾椎 所以 我们揉腰部就有效了 那腰部要揉到哪里呢 裤带 这个 就是 他管理到这里 还有间椎 这样懂啊 那实际的尾椎 腰椎还不够哦 还是要揉到间椎 所以 这个尾椎如果 做的时候会痛 中间会痛 记得 一定要揉间椎